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來我們繼續跟Joey 談談她的一些創業經歷 Joey 我想知道為什麼你當初會 專門成立一個專門為寵物主人而造的資訊平台 因為其實兩年前左右 我開始領養了我第一隻的狗狗 那時我是絕對的新手主人 我怎樣去想醒 究竟餵什麼東西 其實完全是不知道的 我身邊其實大部份的朋友 其實都是養小狗的 所以我也有發覺 如果我養一隻中大人的狗 其實大家的需求都很不同 有很多問題我發覺我問完之後 雖然大家都很踴躍去幫我 但是住的區份不同 需求有不同的時候其實很難找 從而我就發覺 但是寵物界在這個 已經增長了這麼多的一個區域裡面 其實都未見到有這樣的服務的時候 就會有見及此 我就覺得不如我自己做這個平台出來 希望可以整合一些不同的寵物資訊 可以在這裡找到更方便 去找到一些不同的服務 或者一些好去處 其實香港的寵物用品市場的特色 或者那個規模其實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近年裡面我看到都很大的變化 我想寵物的野食那裡 其實都有很大的改變在這裡 你會見到除了煮食糧之外 其實我們臨臨種種出現多了很多寵物的小食 甚至上supplement 不是人才需要supplement 其實我都看到很多寵物的supplement 其實再延伸在這裡 那我見到這裡 無論是香港 甚至上可能在其他地區 是一個挺大的一個趨勢來的 那除此之外的話 在香港比較有趣一點的話 你會見到其實香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寵物市集 那裏也都生成了多了很多一些手作的人 那你會見到很多不同手作的品牌 去為寵物可能是設計更加多不同的accessories也好 或者去活動的時候 可能他們有一些特別的裝扮 那你會見到很多新的店 那你會見到很多新的店 那你們平台會不會把這些新的店 其實都會收錄進去 這個我們都有放進去我們的平台 因為其實我們都見到很多不同 新進的網店也好 或者一些手作店 那其實是很難去做一些宣傳 那我們希望去做的時候 不只是說大的商戶 大的品牌可以上來我們的平台 希望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手作店 或者甚至上一些獨立個體戶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可以用我們的平台 可以更加容易做到一些宣傳和推廣 那你們的平台內容的更新頻率會是怎樣 我想知道其實那些網店會不會開得很快 但又撿得很快 其實我們每天都有一些不同的更新 那有一些內容可能是由個用者 他們都會報告的 那他們就說這間原來剛剛收拾了 那我們都會去做一個更新 那不只是靠自己的團隊 那有一些是大家去網路上的一些角勞英雄去說這些內容 那另外我們都會一直去review 究竟有沒有一些地方 可能曾經是寵物友善 之後不是寵物友善的話 都會繼續去做一些定期的一個更新 你覺得其實在香港 譬如關於寵物資訊這一類的需求 其實都比較大 很大的其實都 因為大家都有不同的需求 無論可能是 剛才我說到其中一個很大的需求 就是找一些不同寵物友善的地方 甚至上去找一些服務 那例如可能現在也是近來 是其中一個很興起的 topic 就是因為寵物移民 那這些類型的話 其實都可以在我們平台上找得到 那除了 你作為一個舊主 那其實平時你養的寵物 其實那個開支最大的拔會是小了去哪裡 最大的開支的話 寵物野食 野食是最大的其中一個開支 那除此之外 就是坐車 交通上的一些錢 因為你會帶牠出去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定程度交通的費用 那我自己就很好笑地 因為我開始養了比較中大型的狗 所以我直接換了一輛車 我希望牠會坐得舒服一點 那我想這個都很普遍的 就是很多不同的狗主 或者是寵物的主人 是會因為養了寵物之後 在家居的裝修 或者甚至上牠們的選址 就是牠們聚住的地方 甚至上牠們現在說的 可能是車 這些比較大的investment 其實都會作出一個相應的改變 那你們的平台 就是現在主要在做一些寵物指訊 那接下來你們會不會 可能因應需求食物 那些寵物成品 可能會比較多 就是需求比較大 其實會不會有想過 可能做一些不同的合作 可能跟不同的研究合作 或者你們會來今 可能會出一些什麼新的功能 那這個就要想提一提 就是我們有一個 我們剛剛也開始 就是推廣了我們的新的網路程式 那這個也是 由我們在網站上 正在做一個管理的 一個服務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再延伸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個 community 還有我們也會有一個 pet profile 那可能我多說一些 究竟什麼是 pet profile 因為裡面我發覺 就是很多寵物主人 其實就會將牠們 寫回寵物的資訊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就是 在那些 notepad 打 有一些可能是寫在一張紙上 寫在一本寶上 那我們的寵物的profile 那裡的話 其實裡面就包括了幾樣東西 例如可能是 你可以即時去記錄 可能你寵物的一個體寵 你可能是說 原來我過去 例如可能你剛剛 生養寵物的時候 牠每個月的體寵變化 其實是很大的 但是你其實又不是很記得 又不知道save 了去哪裡 那這裡其實我們 pet profile 就可以把體寵記錄在這裡 另外的話 就會有一個三維數字 因為狗仔或者貓仔 其實有時候你們要去想 說要去買一個 的衣服 或者一個 accessory 給牠的時候 其實你永遠都不知道 save 了去哪裡 那這裡我們可以 一路做一個紀錄 甚至上 他會去一些 無論是買 insurance 或者你帶牠去洗澡 或者去看醫生的一些紀錄 都可以一次過記錄在 我們的平台上 無論是你做完 grooming 你覺得這次 那個展法很漂亮 那你可以即時 就可以拍一張照 記錄回去 我們的 pet profile 就可以隨時去看 你其實 哪一個的 groomer 怎樣的樣子 你就即時可以 容易一些 可以去做一個紀錄 這樣 這個就是專門 放一些狗主 一些寵物主人 是的 貓狗的主人會比較多 因為其實這些 無論是出去的一些活動 甚至上一些健康的紀錄 甚至疫苗的紀錄 其實都可以放上去 因為你會在裡面 其實我們會做一些提示 例如說 狗仔 可能你定期要打一個狂犬病針 的時候 其實你如果進去 它就會提醒你 你什麼時候要再打一個 那些不同的 或者是年度的防疫針 甚至上 有很多 就是你每個月 可能要吃心思蟲藥 這些的話 如果你加了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設立一個定期的 reminder 就是每個月 可能你會有一個 notification 給你 就告訴你 我今天要做這件事 這樣就不用擔心 就是說 我所有的 information 其實就是在很多個地方 很難記得 這樣 那你們這個功能 聽下去 那你們會不會 考慮和一些寵物層所 或者可能一些 保險公司的合作 這樣 這個我們都會再去 就是希望去拓展更多不同的合作 因為我覺得 我們是一個平台來講 其實還有很多的資料 都是需要繼續去再更加 因為我們希望 都會有些專業人士 可以加入 我們的平台那裡 無論在健康的紀錄 甚至上可能一些提示的時候 都會有這些endorsement出來的 剛剛你又提到 因為你是兩年前 收養了一隻西魔犬 所以就想做這個平台 那其實在疫情期間 做一個創業 那其實會有什麼挑戰 我想其中前一段時間 我們今年年初 其實都有 香港有第五波的疫情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你會發覺 很多人大家都沒有心機 自己已經不出街 更何況你的寵物 也未必會再出街 你看的內容的時候 其實你都沒有那麼多心機 去看一些很歡樂的內容 所以當時我們都面臨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網站的信息是低了很多 其實因為大家都不想去看 這些那麼悠閒開心的一些資訊 但是其實我們都再去想一些 不同的 campaign 甚至上我們希望去刺激一下 整個 market 例如我們在三月份的時候 都做過一些photo competition 去做白色情人節 希望它有一些engagement的活動 去令到寵物主人 雖然你是在家 但是呢 都可以有一些不同的 開心的東西 可以帶動出來 甚至上的話 我們都轉型了一些內容 那時候我們最初 可能講一些不同的戶外活動的東西 我們就開始合作了 跟一些寵物訓練狗仔的人 去做一個合作 希望它會提供一些資訊 其實如果真的不幸 主人可能真的要去 quarantine 或者甚至上狗仔是真的不能下街 那究竟有些什麼的內容 其實可以帶到給那個寵物的主人 令到它會覺得 這個可能是一個比較 educational 的內容 instead of 我們不只是去說去玩 其實轉型了一些內容 或者去玩一些小量型的 campaign 其實都令到engagement 其實是大大提升的 那你們接下來 會不會有一些用資 或者其實公司的那個 那個營運情況會是怎樣的呢 嗯 其實我們都叫做很幸運 其實我們去年21年的時候 4月才成立 其實我們在去年6月的時候 都已經收到這個數碼港的一個投資 所以我們都是他們 就是6月份的一個incubator 來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都希望我們會在今年下半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再做一些 fundraising 的活動 嗯 有沒有說那個目標 想拿到多少錢 我想這裡的話 我們會開始 可能是seed funding 或者是pre-a 嗯 好 那最後我想問一下你們 接下來的計劃會是怎樣的 接下來的話 我們希望 其實當初成立這間公司 我們其中一個訊息就是 我們是說Pet Caring Simplify 就是將整個養寵物的流程可以更加簡單 那我們第一年的時候 我們去做更加多不同的內容上的東西 那我們希望第二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一些 Pet Profile 的內容 那這裡我們都希望呢 可以透過更加跟不同專業人士的一些合作 可以令到那個內容上 不單止是一些吃項玩樂類型的一些資訊 我們還會有更加多的提示 甚至上一些Health Care的Information 我們都可以繼續帶動到 去給一些寵物主人 令到他們無論去找一些資訊 甚至上他們要記錄他們日常生活的東西的時候 都更加簡單 嗯 好啊 麻煩你Joey 那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